Audio Jungle 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 我让闺蜜不要跟我家里人说 她嘴上答应好好的,转头就告诉了我妈 我妈扔掉了我的通知书,把我关在家里 想用二十万彩礼把我嫁给村里的老光棍 就为了给我弟在城里买房子 我拼命反抗,在出逃时,对我妈打断了双腿 在给老光棍生第五个孩子时,大出血 无力回天,再睁眼 我回到了去取通知书的路上 闺蜜笑着问我,素素,你考上了吗? 胡翠手里拿着录取通知书,满脸高兴地走向我 我看着她眼里藏不住的幸灾乐祸 眯了眯眼睛 上一试,我们两个一同高考 没想到,我考上了外省重点大学 而胡翠只考上了大专 我们两家都在偏远的农村 那个时候我家里很穷 根本就没有钱供我上大学 最要命的是,我妈为了二十万的彩礼 要把我嫁给老光棍 就为了给我弟弟在城里买房子 所以,我想独自离开家 伴住学代,去上大学 我想走出这座大山 我请求胡翠不要把我考上大学 这件事告诉我妈 把我对未来的憧憬一遍一遍说给她听 她嘴里说着支持我 会为我保守秘密 但是,在我即将要走出村口时 胡翠带着我妈跑了过来 神字,素素虽然考上了大学 但她还是会留在村里孝敬你的呀 她肯定不会去上大学的 对吧,素素 此时的我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大旅行带 想走之一不言而喻 我妈听到后,双眼心红地上来 揪住我的头发,大声中骂 我说我上大学以后会挣很多钱 求我妈让我去上学 老娘让你上完高中,你还不知足 还想上大学,你想得美呢 我妈大声说完又使了点劲揪住我的头发 头皮分离的疼痛,使我视线模糊 似是心有所感 我回头看向胡翠 此刻的她嘴角含笑 晃了晃手中那份被我妈扔掉的 属于我的录取通知书 我被我妈一路拖拽回家 锁在了屋子里 被关了两天两夜 滴水未尽 一时已经开始变得混乱 只记得我要去上大学 终于在某一天的黑夜 我逃出去了 熟悉的村口就在眼前 还差一点就要迈出去 双腿顿时传来尖锐的疼痛 我的腿 断了 被我妈生生用棍子打断了 我妈大声地咒骂传来 回荡在我耳边 小剑蹄子还想着跑 姥姥实实在家里等着嫁人 二十万 我被送去了村里老光棍家里 没有领证 没有婚礼 我只是一个生育的机器 被戳磨了五年 在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 我大出血 下体不断流出的热液 清晰地告诉我 我即将死去 不会有人管我的死活 而胡翠 拿了我的录取通知书顶 替我去念了大学 刚毕业 就和大城市里的富二代结了婚 夫妻恩爱 生活美满 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 在偏远山村的我咽了气 重来一事 我要让他们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为我的死付出代价 我盯着胡翠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眼神流露出一丝艳线 这都好几天了 我的录取通知书还没到 估计是没戏了 我的这一番话说到了胡翠的心坎上 他这个人本就是见不得我比他好 我没考上大学正和他一 胡翠低头轻叹一声 走过来牵住我的手 诉诉你呀 就是心态高 要我说啊 你就该像我一样 安安愤愤报大专得了 非要报外省的什么重点大学 唉 现在好了吧 不说了不说了 现在已经这样了 咱们赶紧回家吧 胡翠一读叙叙叨叨 如果忽略语气里的得意尽 还真以为他是为我好呢 上一试也是这样 他在我眼前 一遍又一遍炫耀他的录取通知书 就为了看我失落痛苦的样子 可是他不知道 我的录取通知书比他晚一天到 翠翠 我考上了 我拿着我的通知书 兴高采烈地跑去找胡翠 什么 胡翠一把夺过通知书 翻来覆去地看 我当时以为他是为我高兴 却忽略了他紧握的双手 和眼底一闪而过得很毒 大概就是从我告诉胡翠 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刻开始 他对我就有了很毒的心思 他怎么能接受 处处不如自己的人 考上了重点大学呢 在他眼里 考上重点大学的 应该是他才对 可是他忘了 高中时期 我可是次次第一 第二天 我独自一人去取了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拿到手上那一刻 我的心裁落到了实处 这一次 我谁也没告诉 静止回到了家里 将通知书藏到了 落灰的房梁上 姐 你干啥呢 刚从凳子上下来 就听到身后传来 吊了铃铛的声音 是我弟 林强 我心一颤 不知道他看到了多少 随后开口 刚从小卖部 买了包老鼠药 最近老鼠 总是半夜出来吓人 林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挥挥手 醒了行了 别说有的磨的 咱妈让你收拾收拾 跟他出去一趟 我顿了毒 行 我换个衣服就去 林强走后 我锁上门 把放在房梁上的通知书 换了个地方藏起来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不过 该来的总会来 我妈让我跟他出去 就是为了让村里的老光棍 相看一眼 看我合不合适 上一世 我听了我妈的话 穿了压箱底的新衣服 被那老光棍一眼相中 就等着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了 而我 还因为我妈给我买了一块 小巧的女士手表而窃喜 殊不知 这块手表 是老光棍提前给的聘礼 我深吸了一口气 缓了缓因为怒气而过快的心跳 妈 我好多衣服都被老鼠咬烂了 我去翠翠家借一件她的衣服穿 我装作若无其事 从院子里剥棉花的我妈面前走过 行 快点啊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又低头忙活手里的火 最近老鼠是有点多 我一会儿给你屋里放点老鼠药 我走到大门处的身体微微一僵 依旧维持脸上的笑容 不用啊妈 我刚才放过了 正关门五老鼠呢 她挪了挪作酸的屁股 朝着我扬了扬手 行行行 快去吧 我到胡翠家里的时候 她正坐在院子里洗衣服 她家并不比我家好到哪里去 胡翠上面有一个姐姐 下有一个弟弟 她姐姐十八岁不到就嫁出去了 听说彩礼号几万 重男轻女的思想 在我们这个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 家里没有儿子是会被人耻笑的 而生不出儿子 在这个无知的村落被认为是女人的问题 素素 你再来了 胡翠略带疑惑的声音让我缓过了神 我走向她 我这不是末考上大学吗 我妈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说是给我二十万呢 我适当地表现出羞涩之态 我好看的衣服都被老鼠咬烂了 我就想来借一套你的衣服穿穿 我清楚地看到 我说出彩礼二十万时 胡翠那发亮的眼睛 我不理会她 自顾自说着 听说我落榜了 她还支持我再考一年呢 就是年纪大了一点 不过不妨是 对我好就成 胡翠停下手里的活 咽了咽口水 给你二十万 还让你再考一年 啥样的人啊 你俩见过了吗 我双手脱腮 回了她一句 等会儿就去县来 我妈说让我穿好看点去 我不去看胡翠那越来越亮的眼睛 只一个镜说 相亲对象怎么怎么好 素素啊 我一会儿正好也没试摩饰 我陪你去相看相看 也好让我放心 我心中暗笑 就是怕你不去呢 胡翠她妈和我妈一样 都觉得女孩读大学没用 上一世胡翠她妈是不让她去上大学的 但耐不住胡翠会来世 找了外村的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每个月固定给她生活费 硬生生供她到大学毕业 大学一毕业就把人踹了 跟城里的富二代处对象了 我的身材比胡翠瘦 穿上她的衣服根本撑不起来 甚至经过胡翠的精挑细选 选了一件最不称我的亮橘色 显得我经过风吹日晒的皮肤 更加有黑 而胡翠上身是一件黑色修身 威灵短袖 隐隐约约可见胸中勾壑 下身穿了一条米白色极西白者裙 露出亮白的小腿 她越穿得光鲜亮丽 我心里越是高兴 只有我知道 那个老光棍是个色批 我和胡翠往那一站 该选谁 一目了然 回到我家 我妈看到我穿这样一身衣服 顿了毒 终究是碍于胡翠在旁边没说什么 翠翠考上大学就是不一样 真像个大学生的样 我妈含笑打亮着胡翠 胡翠羞涩一笑 拉住我的手 哪有啊沈 速速学习比我好多了 她末考上 真可惜了 她考上了 我也不能让她上 她地眼瞅着 就要到娶媳妇的时候了 哪有钱给她上 虽然听多了已经麻木 但是还是会心痛 走在路上 我的心绪翻飞 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胡翠羊生 我爸从外边回来说 咱们村有人考上重点大学了 神 该不会是素素吧 毕竟她成绩那么好 胡翠转过身冲我一笑 素素 你猜猜会是谁 我心中一惊 难不成我去拿的通知书那天 让胡翠她爸看见了 我沉默一瞬 开口 那谁知道呢 村里那么多人 胡翠伸出食指 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爸看到了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 瞬间冻结 坏了 她真的知道了 素素你害怕啥呢 脑门上都出汗了 胡翠寒笑看着我 看得我毛骨悚然 进出了冷汗 可能是上一世 我对她百分信任 而她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狠狠被刺了我 想到我被疼痛折磨至死 那种濒临绝望的感觉 哪怕重生回来 都让我害怕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 转头对我妈说 妈 还远着呢吗 咱歇会儿吧 我捂着肚子 我有点闹肚子 我妈拉拉个脸 挥了挥手 去吧 快点的 我拉着胡翠 跑到了一棵大树后面 胡翠一把甩开我的手 考上重点大学的 那个人是你吧 我爸看到跟我说了 我点头 上一试 我千求万求 让胡翠不要告诉我妈 结果她还是在我即将要走出村口时 带着我妈赶来 我被活生生打断了双腿 这一次 我不仅要告诉她 我还要她付出代价 你想让你的相亲对象 供你上大学 我低头沉默 点了点头 可是我们俩八字还默一撇呢 不知道她能不能相中我呢 翠翠 你帮帮我吧 胡翠拍了拍我的肩膀 眼底流露出一丝贪婪 听说她家就想要一个大学生当媳妇呢 翠翠 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她 我是重点大学的呀 胡翠清秀的脸上 闪过一丝算计 不行 看出了我的疑惑 她故作伤心 你妈不是不让你去上大学吗 她要是知道了 还了得 我这都是为你好 看着她虚伪又贪婪的脸 我一阵反胃 一向见不得我比她好的胡翠 肯定会来掺一脚 这可正中我下怀 素素 你到时候啥话也不用说 男人都喜欢文静的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还不知道怎么遮掩自己充满算计的嘴脸 宋承回来了 郑玉还 这就是素素吧 老光棍刘存盈 看见我们走到门口 立马走到胡翠面前 伸手想握住她的手 语气里止不住的兴奋 这老光棍怕是掏出了压箱底的货 一身深棕色西装 穿得人母狗样 甚至显得年轻了几岁 胡翠受到惊吓一般 后退了半步 只是那双眼 还没飞快地看了一眼刘存盈 这才是我闺女素素 我妈一把把我从胡翠身后拽出 珍珠在前 谁还会在乎不起眼的余目呢 该选谁 一目了然 我抬头看了一眼刘存盈 上一世痛苦的回忆浮现在眼前 我恨不能当场活寡了她 我始终保持沉默 只低头看地 胡翠将我拉到她的身后 一脸笑意看向刘存盈 素素是我好姐妹 你俩结婚后要对她好一点 她说得一脸认真 将我护在身后 一副为我着想的样子 将我挡在身后 这刘存盈可不就只能看到她了吗 我妈还在旁边 她这个好姐妹算得了什么 我妈上前一步 翠翠啊 这是素素相亲呢 你让人俩聊一聊 眼见着气氛开始不愉快 刘存盈找的媒婆 这时候才出来打圆场 存盈啊 你看看素素合不合你心意 你点头 咱们就给这事定下 我不要这个 我要那个 刘存盈抬起手 直愣愣指向胡翠 刘存盈这个人向来无法无天 放肆惯了 她才不会在乎别人的想法 我眼见着我妈的脸色 由红转轻 她的女儿被嫌弃 打的是她的脸 她是最要面子的人 要这个不要那个 你当你是皇帝选妃呢 多大的脸办多大事 臭没脸的 咱走 我妈说完一通 拉着我就走 至于胡翠 她没跟上来 隔天胡翠 就找上门来 有意无意见 露出手腕上 那只精巧的女士手表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莫想到她下手这么快 不过 正合我意 我假装刚看到她手上的表 一副惊讶的表情 你手上这个表 是谁给你买的呀 怪好看的 就是昨天那个刘存盈啊 她相中我了 昨个立马就去我家提亲了 这个表是她提前给我的品力 哎呀 我都说不要了 她硬给我 听着她语气里止不住的得意 我表面伤心 其实心里都快笑死了 她看我不说话 以为戳到了我的痛点 又继续开口 她赚了大钱了 财力要给我25万呢 哦 她口中的刘存盈赚的大钱 可都是要命钱 村子里以刘存盈为首 竟干一些杀人越货的买卖 找一个空地 提前准备好陷阱 等有人或者有车掉入陷阱 他们在上前询问帮忙 一击必杀 值钱的东西转黑到二次售卖 人杀完 直接丢山里埋了 凭借这个 刘存盈一年能赚个几十万 其实我弟林强也算刘存盈的下手 只是她赚来的钱都不拿回家 全都拿去赌场斗鸡了 没有赌赢 甚至还欠下了十几万的债 这些都是上一世 刘存盈亲口跟我说的 她清楚 一个断了腿 只能躺床上被迫生孩子的人 是没有能力将这些消息传出去的 她到死也不会知道 我重生了 这天 我特意去了一趟胡翠家里 翠翠 我刚才才路上碰到刘存盈了 她让我给你带个话 说是今天下午去河边找她 她要跟你商量结婚的事 我的话让胡翠羞红了脸 轻轻嗡了一声 她双手煮着下巴 脸上是一副幸福的神情 刘存盈说我上大学了一个月 给我一千块钱呢 她还说我闭了业 就给我找个好工作 以后就生一个孩子 她说生太多孩子会伤身体的 她一遍遍说着对未来的向往 就如同我上一世一样 我将我的所有事情 事物巨细地都跟她说 而她嘴上说着会为我保守秘密 却是害死我的最大黑手 我生第五个害死 流血而亡时 她正跟她的富二代老公 浓情蜜意 看着眼前清纯亮丽的胡翠 我的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容 我倒要看看 你和刘存盈结婚后 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我起身离开 转向刘存盈家 存盈哥 翠翠让我来跟你说一声 她今天下午在河边等你 她要跟你说结婚的事里 一整个下午 我都蹲在河边的草丛里 别别在这里 放心吧翠翠 这里莫人看见 这样多刺激 我看着两人肉贴肉 纠缠在一起 恶心到午饭都要吐出来了 等到两人坐到望我时 我走出草丛 假装刚刚路过 猛地大喊一声 翠翠 存盈哥 你俩在这里干啥呢 有不少路过河边的人 都纷纷往那边看 低矮的草丛 被风一吹 根本挡不住多少东西 特别的是经过我一声大喊 好多人的目光 全都聚焦在两人的身上 则则则 这闺女才多大呀 就知道偷人了 大白天的 也不知道害骚 这要是我家 闺女我肯定打死她 臭不要脸的玩意儿 两人赤裸的身体 被众人围观 胡翠那张楚楚可怜的脸 也被人认出来了 啊 都滚开 胡翠疯了一般 大吼大叫 我装作好心一般 脱掉外套 披在她身上 她仅仅用衣服捂住胸口 看向我的目光中 满是恨意 恨嘛 恨就对了 上一世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可比这可恨多了 胡翠和刘存吟 在河边乱搞的事 瞬间传遍了村子 这还是大学生呢 这魔放荡 还没结婚 就跟人搞上了 等结了婚 还指不定怎么样呢 都这样了 还不赶紧嫁过去 这要是我闺女我 马上就给她送走 胡翠她妈听到村里的留言 被骂得抬不起头 在家里莫少打胡翠 隔天就将胡翠送到刘存吟家里了 急匆匆的 婚礼都莫来得及办 送胡翠那天我也去了 我看着她 嘴角止不住地往上翘 翠翠 你一定会幸福的 上一世 我被打断腿 送去刘存吟家里时 她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现在 我把这句话还给你 胡翠没有理我 只一脸含笑 看向我妈 神子 素素考上大学了 她没跟你说吗 瞬间 我全身的血液凝固 我妈听完胡翠的话 没有丝毫的怀疑 拽着我的手腕 脸色阴沉地回了家 小剑蹄子 你是不是考上大学了 以为就是城里人了 一声都不吭 在我妈的脸上 只有满脸的狠毒 丝毫没有女儿考上大学的欣喜 我又想起了上一世 胡翠带着我妈到村口时 和现在的表情一模一样 狠毒中 带着后怕 她怕养育我多年白白浪费掉 一分钱都捞不到 头皮的阵痛将我拉回神 我被我妈扯住头发 一把甩倒在地 不告诉我 我让你不告诉我 我辛辛苦苦 养你这磨大就养出来这磨个贱体子 她一边大声咒骂 一边用手指粗细的树枝抽打我 身上传来的疼痛 不断地在告诉我 尽管我重生回来 依旧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我依旧逃脱不掉我妈的手心 在她将要打死我时 我爸背着林强回来了 快快快 强他妈 强被人打了 我妈连忙扔下树枝 干嚎一声 声音颤抖 儿子这是被谁打了 怎么这磨严重 你去给他送医院啊 背回家干啥 两人将林强抬进屋 目光丝毫没有在我身上停留 他们忘了 躺在地上的我也浑身是血 我慢慢站起身 看向主屋 你们的好儿子 给你们留的福气在后头呢 多亏了上一世的刘存吟告诉我 我不仅知道我弟林强斗鸡赌博 还知道他跟着刘存吟 做杀人越货的买卖 甚至前不久强奸了一个村里的女孩 她怕女孩出去告密 情急之下将人杀了 那女孩的尸体被扔在我家后屋的废井里 林强杀人这个事是我妈先发现的 她第一时间不是让她的好儿子去自首 反而是将尸体扔进废井 为她的好儿子毁尸灭迹 你弟弟是咱们家唯一的香火了 你多让着点他 你弟弟以后就靠你了 你以后的彩礼钱可都要用来给你弟在城里买房子 你现在都对你弟弟好 以后他就是你娘家的靠山 我妈从小到大教育 我要让着弟弟 所有的东西都紧着弟弟来 将他养得无法无天 成了个混混模样 甚至连人都敢杀 林强这个时候被打得半死 就是斗鸡欠了18万 催债的人迟迟等不到他还钱 就将他打了 上一世 有我的20万彩礼 才将欠下的债孩了 现在胡翠嫁给了刘存银 那20万彩礼 自然到不了我妈手里 不知道他们要怎么替林强 还这18万呢 不还钱 他们的好儿子可就要被打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妈就让我跟他一起去城里给林强买药 我被他打得浑身轻子 在他眼里 视若无误 他只在乎他的好儿子 说着是去买药 却将我带到了远房表姨家 表姨家只有一个儿子 但却是个傻子 小时候发了一场高烧 把脑子烧坏了 表姐 你看我这闺女 震惊的大学生 村里多少人争个响曲呢 我都没松口 我就知道阿俊能喜欢 这不 我带他来给你们相看相看 我妈一脸产笑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 表姨冷哼出声 一脸不屑 你也就看我家有点小钱 说吧 你想要多少钱 不多 就二十万 表姨发出一声惊叫 二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 我闺女可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这个价不贵了 表姨听完我妈的话 犹豫了半晌 又转头 上下打亮了我一番 嘴里嘖嘖作响 哪哪都不满意 不要不要 你这闺女黑瘦黑瘦的 一看就爆什么样 我不要 你赶紧走吧 我妈还想说什么 被表姨赶了出去 她有气磨触撒 抬手想打我 被我后退一步躲了过去 拽着我一路回了村子 刚到村口 就碰上了刚结婚三天回门的胡翠 胡翠挽着刘存吟 一副恩爱模样 哟 素素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看着胡翠眼离止不住的幸灾乐祸 我低头不发一眼 见到我这样 她内心的虚荣感瞬间爆棚 她觉得 我始终比她低一等 考上重点大学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上不了 还不是一样被男人看不上 她捂着嘴咯咯笑不停 神字 你应该趁早给素素找个对象 年纪大了 可不好找了 村东头的王金就挺不错的 和素素正相配 人家家里还有钱 就缺一个大学生媳妇 就年纪大了点 我妈站在旁边莫出生 只有胡翠一个尽数 神字 多亏了素素带着我去存吟家 要不然 我还遇不到 对我这么好的人呢 胡翠说完 靠在刘存吟肩上 两人看上去恩爱非凡 我强忍住 不孝出生 她还真当刘存吟是个宝了 以后有她好果子吃 臭婊子 我妈妈玩一句 拉着我就走 丝毫不管胡翠听到这话后 铁青的脸 我回过头看向胡翠 她依旧挽着刘存吟的手臂 你可一定要幸福啊 胡翠 你要是不幸福 我可是不能安心的 刚走到家门口 就看到门口围了一大堆人 对着院子里指指点点 也不知道造了啥孽 给林强和她爸俩都杀了 头都被砍掉了 今晚怕是要做噩梦了 幸亏林嫂子和她闺女 今天不在家 躲过一劫 不然呢 全家都得死 我妈在他们身后听到这些话 猛地拨开人群 看到院子里躺着的两人时 发出一声哀嚎 腿软倒地 她一路爬到林强身旁 抱起林强没有头的身体 嚎啕大哭 院子的地面都是凌乱的血迹 我心一惊 没有想到那些催债的人 居然这么狠 竟要债不成返江人杀害 上一世 因为我嫁给了刘存吟 才避免了他们被杀害 这一世 是他们活该 我看着我妈坐在地上 像丢了魂一样 她如果从小不惯着林强 如果不那么溺爱她 将我们姐弟俩一世同仁 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 可是 没有如果 再重来多少回 她依旧只爱她的儿子 不多时 袁景来了 当然 是我抱的景 看到袁景来了 坐在地上 宛如一滩死水的我妈 活了过来 她连滚带爬上前 抱住袁景的大腿 嘴里止不住地哭喊 袁景同志 你可要给我儿子报仇啊 把他们都抓起来 给我儿尝命 她说的声泪俱下 让人听了都忍不住动容 大姐 你先起来说话 做一下笔录 做什么笔录 我儿子被人杀了 你们就去把他们都杀了 我妈双眼心红 如同一只困兽 理智全无 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心里 有众说不出的畅快 身上被她用树枝抽打的伤痕 此刻隐隐发烫 我走上前 在我妈错愕的眼神中 窃窃开口 袁景叔叔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问我吧 是我弟林墙 欠了十八万赌债 催债的人找上门 将他们 正说着 一只不邪 不偏不倚 砸在我的额头 微微有些疼痛 我妈妈妈咧咧 指着我的鼻子 你弟什么时候欠钱了 你个贱蹄子别胡说 袁景同志 我儿子和我丈夫都是被无辜杀死的呀 我用手捂住被砸的额头 勾起了唇角 我妈一口咬定 我爸和林墙是被无辜杀死的 那样 十八万赌债也不用嗨了 甚至还会有一笔高额的补偿 我怎么会如她的意呢 袁景叔叔 我家屋后的废井里 埋了个死人 我妈听到我说的话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上来就想打我 被动作快的袁景 扣住了手腕 袁景师以我继续往下说 我的目光 从我妈被遏制住的手腕上划过 最后落在了她的脸上 和她四目相对 林墙三天前 在树林里强奸了一个女孩 怕女孩事后告密 索性将她杀害 她将那个女孩抱回家 我爸我妈还有林墙 在深夜将女孩的尸体 扔进了屋后的废井里 又运了一车土 江费景田了 我的话瞬间惊起了轩然大波 场面一时安静的落针可闻 你个小贱蹄子别 胡说八道 别给你地摸黑 你看我不打死你 烂嘴的东西 我装作害怕 躲在袁景的身后 看到我妈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身前的袁景 沉声下令 挖井 十几个袁景一起挖 不多时 就挖出了一个 还未腐烂的尸体 该说不说 我妈她们埋人的时候 丝毫没有想过 有一天 事情会败露 所以 女孩身上的衣物 都是完好的 就等提取指纹了 这下 我妈跑不掉了 我妈看到尸体 被捞上来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跪倒在地 满脸泪痕 眼里尽是悔意 我了解她 她不会后悔 她只会后悔 没有埋圆点 后悔让我看到 更后悔 子嬷嬷把我一起杀了 对上她的眼神 我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笑容 此刻的她格外脆弱 最是经不起刺激 她捡起不远处的砖头 朝着我的方向 用力砸了过来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给我儿子偿命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 砖头没有砸到我 一位远警反应 迅速挡在了我的前面 砖头砸到了她的后背 我只听到闷哼一声 孙队长 众人被这个状况吓到 纷纷上前 将我妈摁在地上 她的眼神直直地看着我 嘴里发出痴痴痴的笑声 我怀疑她疯了 我和我妈 都被带到城里警察局 她因为袭警 现在正在坐牢 我在做笔录 我将所有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告诉袁警 甚至刘存吟做的那些事 我也全说了 他们惊讶于我一个小姑娘 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只说是林强和刘存吟有来往 被我偷听到的 人谁也不会相信 我是众生而来 指纹交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不出我所料 我妈我爸还有林强的指纹 都在上面 我所言属实 我妈因为袭警加上供犯 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我因检局有功 奖励5000元 被送回了村子 我本应该是不用回来的 但是刘存吟还没有被抓 刘存吟做事很谨慎 她从来没有露过面 都是她的小弟去杀人越火 而她坐享其成 除了我 村里没有人知道她做的事 我要做的就是等 等袁警收集到证据 将她抓获 胡翠知道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赶忙过来找我 速速 咱俩逃吧 逃走去上大学 胡翠眼神稀济地看着我 我装作疑惑 刘存吟不是供你上大学吗 你还逃啥呀 她一脸欲言又止 其实不难看出 她嘴角红肿 嘴唇破裂 额头还有未干的血子 我一直都知道 刘存吟家报 她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 现在又让我生孩子在去上 我不听她的话 她就打我 每天都打 她挽起袖子 胳膊上密密麻麻都是瑜伽 没有一处是好的 你帮帮我吧 素素 我真的不想在这里待了 我想上大学去 随着她的话说完 一颗磕豆大的泪珠 缓缓掉落 掉到了我的手上 烫得惊人 上一时我也是这样 求她不要告诉我 家里人我考上大学了 可她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现实却变了寡 我清楚地记得我逃到村口 被我妈打断双腿的滋味 也记得她拿着我的通知书 双眼含笑的模样 我擦掉胡萃脸上的泪水 轻声承诺 好 我帮你 你今天晚上收拾好行李 在村口等我 素素 那你别告诉别人 就我们两个人知道 好吗 我含笑点头 胡萃走后 我转头去找了刘存吟 黑夜中的村子似乎格外阴森 胡萃远远地看到我来了 连忙跑过来 她穿了一身新衣服 梳了两条麻花辫垂在两边 手里拿着一小包行李 和我上一世一样 都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以为从此就能摆脱这个小村庄 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她却将我拽入更深的深渊 她拉起我的手 笑意盈盈 素素 你的行李呢 你没带东西吗 我睁开她的手 往右侧身一步 带了呀 我把刘存吟带来了 刘存吟从我身后的夜色中走出 眼神阴森可步 胡萃看到刘存吟那一刻 放下行李 转身就跑 徒劳无功罢了 她怎么能跑得过一个健壮的男人呢 她逃跑的后果就是当场被刘存吟爆打 棍子都打断了两根 林素 林素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要这么害我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直到被打得奄奄一息 刘存吟才停手 谢过我之后 拉着胡萃的一条腿就回去了 看着蜿蜒一地的血 我笑出了声 直到我眼泪都笑出来了 我才蹲到地上 头埋到双膝间 哭了出来 胡萃 这下你可明白了失信于人的滋味 看着刘存吟的身影消失在黑夜中 我的嘴角勾了勾 为了不惊动村里的人 我和刑警队的孙队常商量 今晚就开始行动 毕竟默认比我更了解刘存吟 他这个人惯会在一顿暴打之后 再到床上折磨你 刘存吟 胡萃落在村口的行李 我给他送回来了呀 说完半晌 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 等我要转身离开时 屋里传出了声音 放门口就行 男人粗喘的声音混合着女人的阴影 人谁都知道屋里此刻发生着什么 我抬头和孙队常对视一眼 他对着身后比划了一个手势 赞叹 两人便踹开房门 屋内的床上血腥混合着腥臭味 两人双双赤裸 刘存吟被摁倒在地 床上的胡萃满身血迹 双腿大张 眼神涣散 我捡起地上的衣服 仍在胡萃身上 这都是她的报应 刘存吟犯罪证据确凿 直接带到城里橘子审问 素素 你杀了我吧 胡萃双眼充血 已然是出气多 进气少 我看着她 没有说话 活着不是更能体会到我上一时的痛苦吗 我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 去监狱探望我妈 仅仅一周 她全身就像瘪了的气球一样 浑身浅瘦 往日风鱼的身体 成了皮包骨 两颊的肉凹陷 颧骨高高凸起 妈 我考上大学了 你高兴吗 她隔着玻璃看着我 双眼无神 我从小努力读书 努力干活 可是我怎么就比不上林强 在你眼里 林强是个混混都比我好 我怎么都不得你喜欢 妈 你为什么要生我 听到林强的名字 我妈才缓缓回神 看着满脸泪痕的我 她的眼里只有厌恶 你弟弟是男孩 男孩才能给我们两口子养老 养个闺女 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 给你弟攒彩礼 买房子 我打断她 急言利涩道 可是妈 你也是女人 她顿住 低头沉默 是啊 我也是女人 可是 我娘就是这么对我的 她像一个复读鸡 反反复复说着这句话 我不再理她 起身离开了监狱 即将要走出监狱时 孙队长跑了过来 林宿 胡翠说她想献你 那晚之后 刘存吟被带走审问 胡翠被送去医院治疗 听孙队长说 她的双腿算是废了 被刘存吟用棍子生生打断了 以后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甚至还检查出来 胡翠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 推断时间 早在订婚那天 两人就已经搞上了 你个贱人 你都是故意的 明明嫁给刘存吟的人是你 我刚进门 就被她破口大骂 听到她的话 我心下了然 她也重生了 只不过 重生的时机不太好 我捡起地上 被她扔掉的枕头 放到她的病床上 不承认她说的话 语气无辜 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要去刘存吟家 也是你非要跟着去的 其实仔细算起来 还是你抢了我的相亲对象呢 现在变成这副样子 就来怪我 我真的好冤枉 胡翠盯着我看了很久 突然大笑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想到你上一世 被你妈打断腿 我就想笑 你给刘存吟生五个孩子的滋味 好受吧 哈哈哈哈 我坐到离她较远的椅子上 摆弄着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脸上挂着假笑 可是你肚子里 现在也有了刘存吟的孩子哦 我现在来反问你 被刘存吟打的滋味好受吗 胡翠脸上的笑戛然而止 眼神里布满了恐惧 她被刘存吟打怕了 甚至想起来都会是噩梦的存在 跟上一世的我一样 我被刘存吟末日末夜地打 打到皮开肉战 还要强忍着疼痛去给她做饭 跟我被打五年比起来 她这一个多月算是轻的 她双手捂住小腹 不多时便用力垂打起来 翠翠 我要去上大学了 你也要好好的哦 不再去管身后的嘶吼声 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 外面迎接我的是秋日的暖阳 我一个人坐火车去到了外省的大学 整个大学四年 我都没有回去过那个小村子 那里再没有值得我去留恋的人何时 大儿的时候 孙队长久违地给我打电话过来 胡翠死了 怎么死的 对面沉默半赏 割腕自杀 我心中一阵唏嘘 我接着又问她的孩子生下来了吗 因为我知道 她恨刘存吟 根本就不会将孩子生下来 孩子早在第三个月的时候 就被她喝药流了 挂断电话后 我坐着缓了缓神 这是她的报应 她上一世怎么对我 现在就会落到她自己身上 我曾经以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村子里只有她跟我玩 她说 素素 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 她的一辈子太短了 短到只有那一瞬 我知道她 她跟我玩是因为我能在她的身边衬托她 她享受处处都赢我一头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 我回了一趟村子 去监狱探望了一下我妈 她走过来是我的快认不出她了 监狱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宽大的很 头发乱糟糟的顶在头上 看到我 她似乎愣了一下 你是 素素 我点头 素素 我的好闺女 妈对不起你啊 都是妈的错 她哭得声泪俱下 而我只觉得吵 妈不应该宠着灌着你弟 冷落了你 你那岂只是冷落了我 就连我读高中 都是我日日跪在你面前求的你 是你看我可怜 又觉得大学生闺女之前 才让我上 素素 妈以后都改 等妈出狱了 妈照顾你 照顾我 你拿什么照顾我 靠你在监狱里赚的积分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事了 她见我油烟不尽 便暴怒了起来 狠命拍着我面前的玻璃 见蹄子 你别给脸不要脸 难不成还要我求着你 我笑了 这就是她的真面目 她从来不会觉得对不起我 她的思想早已经成形 根深蒂固了 我起身离开 不再听她废话 拿着我自己单独一本的户口本 坐上了飞机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 这个家 四分五散 和我再也没有关系 我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